今年一共有340位高映大乐陵大学的学员 一起参加结业典礼 学员们载歌载舞秀出学习成果 他们参与乐陵大学的课程 不仅重温上学的乐趣 也吸收许多人文健康等知识 点亮退休后精彩充实的人生 每个人的身上都穿戴五颜六色的特殊道具 随着音乐左右摇摆 现场玩如一个小型的舞会 还有台客舞曲结合韩风舞蹈的带动跳 音乐结束后大家一起欢呼气氛非常嗨 比如说我们说泡咖啡 我们也是在课程里面 我们也有一些餐饮的课程在里面 我们有一些旅游的课程在里面 也有很多文创的课程 也有语文的课程 那同时在高映大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他们 觉得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除了动态的表演 还有静态的展览 这些编织手提袋 艺术媒材的画作 还有蝶骨巴特的手工袋 和手冲咖啡 高映大乐陵大学的学员 在结业典礼这天 大家尽情展现才华和学习成效 那很快我们就65岁了 我太太很快就60岁了 那退休后的生活也很重要 要有充实的内容要多元 所以当我们在退休之前 我们是有准备的 我是觉得退休后要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比如说上课 或者去学的什么 这样生活上才不会觉得无聊 或者浪费很多时间 高映大的乐陵大学 从99学年度到现在已经办理6年 人数也从第一届的35人增加到340人 成长将近10倍 开办的课程领域非常广 除了音乐艺术 还有世界旅游健康养生 甚至是财产的法律问题 另外在燕潮校区还有烘焙工作坊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就是让我们以前没享受到的 在现在就享受到了 以前都只是读书工作 这个婚姻在家里面 就是弄家庭 但是现在真的是有我们自己 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跟天地 所以我们日子都属于我们的 这群学员不论是高学历 或是资深专业职场退休的族群 大家都超越了年龄和身段 继续发挥所长贡献社会 让后半场人生更加精彩 访续发挥所长贡献社会 房东新闻吴炳原石苏凯 开放报道 没有了 你 我们这个人在家里 有一些人在山里 我可以转搅担长费 发挥所长费 我 على尽管 我以后